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感谢主 又让我们平安的度过了这一个星期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能够在网络上 能够继续的聚会来赞美敬拜神 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 我们首先低头祷告 诗篇63篇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 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为了借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阴下欢呼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地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 让我们能凭着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圣所 我们存着虔诚敬畏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天父我们称信 至圣至龙 可颂可谓的尊名 你在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 在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即使在疫情当中 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 也能够平稳安静 因为你本为善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感谢你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 感谢你借着网络聚会 与我们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用主耶稣的保血 洁净我们 我们渴望在聚会的时候遇见你 我们祈求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 进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 充满我们的心 求你借着今天的分享 向我们的心灵说话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姊妹 你还记得我们最近几周 讲到的内容吗 我们一直的强调 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读神的话 只有通过神的话 我们才能够认识神 在父亲节 我们讲到了神的爱 平常的时候 我们都是活在自己的里面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当我们的生命中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甚至怀疑神 甚至跟神生气 可是只有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 天父的爱 在强烈一周 我们通过讲诗篇五十一篇 讲到了认罪悔改 上一周我们讲了横切祷告 这些都是我们弟兄姊妹 每天要实践的功课 我不知道在讲过道后 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操练呢 今天我们借着诗篇四十二篇 讲可慕神 这个诗篇的标题是 可拉后裔的训会是交于灵长 诗篇一共一百五十篇 分为五卷 就像摩西五经一样 同样在耶稣呢 在马太福音的讲论 也是分为五段 从诗篇的第四十二篇 开始进入了诗篇的第二卷 诗篇一二卷 基本上都是大为写的诗 但是诗篇的四十二到四十九的标题 都是可拉后裔的诗歌 这是可拉后裔的训会诗 根据民数记十六章的记载 可拉呢 他是立为人 在旷野的时候 可拉因为反叛神和摩西 结果神师弟开口 把可拉一党的人吞下去 他们活活的坠入硬件 然而可拉的众子 并没有灭亡 他的后裔 感谢神的赦免之人 继续在圣殿里 忠心的服侍神 从这首诗的标题的注释中 我们看到 他还是流亡异乡者的祷告 他和诗篇呢 四十篇三篇是一体的 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以色列 贝鲁外邦的受可拉后裔 追向昔日在故土 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中 敬拜神那种美好的光景 因此而产生的哀思 我们下面看这个诗篇的内容 中东是一个缺水的地方 到处是山地和荒野 在旷野中奔跑的路 一遇到溪水 他就畅饮一通 那是他最大的享受和满足 渴了 喝了 还想再喝 总是觉得不够 这就是渴慕 旷野中的野路 渴慕洗水 弟兄姊妹 在人生的旷野里 你渴慕什么呢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需要 我想对绝大多数的世人来说 最想要的就是钱了 钱总是不见多 而且是多多益善 我们想要钱财 想要娱乐 想要旅游 想要孩子 想要学问 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 想要的也不尽相同 孩童的时候 盼望的就是快快长大 年轻的时候 卢吉斯科 盼望的就是甜美的爱情 其实现实生活中 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 根本就不存在 那不过是文学家和世人 编制的一个美好的梦 中年人最想要的就是事业发达 功成名就 老年人 所有的欲望都变淡了 可能最想要的就是身体健康 延年一首 但是终究还是敌不过 岁月流年 尽管依依不舍 最后还是不得不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弟兄姊妹 你最渴慕的是什么呢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 我最想要的是神呢 世上的人就不用说了 因为他们的心里 他们的眼里没有神 但是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 到底占什么样的位置呢 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信主的人来说 神在我们的优先次序的排行榜上 可能还排不到前十名 其实神不是我们 查于饭后的精神寄托 也不是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临时的找到安慰 神是我们的生命 这里世人说 神啊 我的心切勿你 如入切勿西水 旷野中的路离不开西水 离开了西水 他就不能生存 在人生的旷野中 我们也离不开神 离开了神 我们的生命也会枯竭 当路遇见了西水 对他来说 那是个多么大的喜乐呀 我们对神是不是 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们对神是不是 也有这样的切勿呢 我们和神亲近 我们和神亲近 总是觉得不够 要了 觉得还想再要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旷野的干旱 炎乐 你不能够体会 路对洗水的渴慕 如果你没有走过 人生的旷野 你也不会渴向神 不能体会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宝贵 在我们的生命中 神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我们的人生 不能没有神 就像路不能离开洗水一样 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人们想要的是神的祝福 想要的是神的恩典 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神 一到星期间聚会的时间 我们也想 哎 怎么又聚会了 我们没有把敬拜神 当成一种喜乐 而是把这个 当成一种沉重的负担 在这里呢 还没有 在大陆呢 有人呢 一聚会就睡觉 等到聚会 一结束 祷告一说阿妹 他呢 也醒过来了 读圣经 祷告也是这样 有些人 平时是不读圣经的 哪怕有一天 心血来潮 勉强的打开圣经读一读 也是一读圣经就打盹 一祷告就打哈欠 可是如果您让他看手机 打游戏 在网上漫游 无论多么玩 他都有精神 我们实际的行动 证明 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神 有些人说 我对神不是不可目 我就是 可目不起来 其实我们对神 不可目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对神 以外的东西 太可目了 我看孩子玩游戏 就是这样 他玩上瘾的时候 他可以不吃 不喝 不困倦 不上厕所 他两手在那个屏幕上 竭力地攻打 那个虚拟的敌人 我看着他那副 全神灌注的样子 我就跟他说 孩子 你玩的不过是一场游戏 你何必那么紧张呢 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吃了 喝了 玩了 去旅游了 其实我们也不过是玩了一场游戏 我们何必那么认真呢 你说玩游戏的时候 到了一个小时了 我就跟孩子说 你休息一会吧 放松一下眼睛 然后呢 读读圣经 那么他就无精打采的说 我渴 我饿 我困 我累 我要去上厕所 你看 一个熟肉体的人 他心里提提的都是熟肉体的事情 魔鬼就是千方百计的 利用这个世界这些短暂的 没有意义 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像手机网络无聊的视频 新闻朋友圈 塞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去爱他 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渴慕 就像海绵一样 海绵本来有吸水的力量 可是如果海绵里的孔 全都被脏水充满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是给他 再给他纯净水 给他淌水 他再也没有吸收的能力 我们人的经历和时间是有限的 一般 一旦我们的心 被这些世界的垃圾填满了 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能力 来追求神 渴慕神了 所以你只要对世界的东西感兴趣 你心里就不会对神 有真实的渴慕 一旦世界的这些东西 占据了我们的情感和时间 我们就没有经历 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去付代价 去追求 所以一个人追求钱财 地位 享受 属地的爱 但是这些永远都不能够使人满足 反而当人追求他来的时候 就是越来越渴 你知道有一个弟兄 他总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你知道靠自己是寻不着的 他很苦闷 他甚至靠吃毒品 来寻求短暂的满足 后来呢 有一次 他真正的遇见了神 他体会到神的美好 他说 主啊 我真的需要你 我现在求你进入我的生命 洗净我的罪 我从此以后要为你而活 一生一世侍奉你 那个时候圣灵充满了他 他被一种超自然的 属天的喜乐所淹没 那是一种无比 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满足 他说这个比他以前吃过的 任何的毒品都好 他想起了过去 怎样是怎样的寻求人生的目标 想到别人是怎样 疯狂的寻找世界的欢乐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 无论你怎么样寻找 不管你找到什么 除非你找到神 你就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满足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 都不能给你的心灵 带来真正的满足 无论你拥有什么 你永远都不会觉得足够 就像一个吸毒成人的人 你总不觉得够了 在你找到神之前 这些东西都是空的 没有任何的目的 没有任何的意义 奥古斯丁说 人心里有一个无敌洞 只有无限的神才能填满 一个人在他灵魂的身处 他渴望能够和神相遇 离开了神 我们的生命 不管找到了什么东西 都是虚空的 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像那个约翰福音寺长 耶稣在那个井旁 遇到的撒玛利亚的妇人 她虽然已经有五个丈夫 她现在又把那个丈夫提了 然后再找一个 这个还不是她的丈夫 但是她找了这么多的丈夫 她真正的在那个美好的爱情里 找到满足了吗 没有 我们想她可能非常的苦闷 当别人正午的时候 别人都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她才为了面子的缘故 不让人指手画脚 所以她出来打水 然后耶稣遇见了她 在这个时候 她才遇见了她真正的丈夫 耶稣对她说 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耶稣是那个 永流不息的活水的泉源 永远的 屈之不尽 永之不尽 你只有在耶稣的里面 才能找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 第二件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吵见神 我咒也依眼泪当饮食 忍不住的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只有一个对神有爱的人 他才会渴慕 就像你爱一个人 你心里总是在想他 你渴望见到他 你想怎么样淘汰的喜欢 大卫就是一个爱神的人 所以他说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大卫白天黑夜都来亲眼神 所以他在神的里面 得到一个极大的满足 一个真正爱慕神的人 他巴不得每天都能超见神的面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可慕神的人 他的人生就过得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 他常常会遭遇各种各样 极大的痛苦和失恋 甚至每天一泪熄灭 在这里他说 我咒也依眼泪当事物 因为在极深的痛苦里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不通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渴慕神 但是我却遇不见神 我们甚至会怀疑神的爱 魔鬼也借着 人不住的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如果神是慈爱的 如果神是无所不见的 如果神是无所不知的 我渴慕神 难道他不知道吗 为什么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呢 为什么在我受苦的时候 他会袖手旁观呢 我们下面看 这个诗人对神的怀念 四到八节 我从前与众人通往 用欢呼称赞的声音 领他们到神的殿里 大家收解 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我的心哪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我的神哪 我的心在我里面幽闷 所以我从约旦地 从黑明年 从弥撒山纪念 你的瀑布发声 深渊就以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红桃 漫过我身 白昼 夜花必向我施此爱 黑夜 我要歌颂祷告 赐我生命的神 皇上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流浪异乡的人的祷告 他是可拉的后裔的师 你知道可拉的后裔 他们本来是在神的殿里 侍奉神的 他们曾经与神是那样的亲近 他回想过往 他能带领着聚会的群众 领他们到神的殿里 大家用欢呼称赞的声音 赞美神一同的守洁 那是一个何等快乐的时间 可是现在他流浪异乡 追想这些事的时候 他在心极其悲伤 失去了神的同在 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 他多么渴慕 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身旁 他能够回到神的殿里 能够欢天喜地地朝见神的面 能够再一次地遇见神 在不止息的痛苦中 他只能借着祷告安慰自己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我的神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 弟兄们现在我们在居家 隔离快三个月了 我们也不能到教会里去聚会 现在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也和这个世人 有同感呢 可能有的时候 有的弟兄在平常的时候 不怎么渴慕聚会 现在真的教会全都关了门 你想聚会都找不到地方 你遇不见神 也见不到弟兄自美的面 失去了在主里面的交通 我们的心里 真的就很苦闷了 但是其实神 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 加添我们弟兄姊妹 心里对神的渴慕 越是 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越要切切的寻求神 你是不是也想 再一次回到神的殿里 去敬拜神 和弟兄姊妹一起的赶唱 感谢赞美神的时刻 神是我们的帮助 祂是我们的喜乐 我们能够朝见神 就是神向我们所示的恩惠 所以他说 我从约旦地 从黑门岭 从弥撒山纪念 你的瀑布发声 深远就与深远相应 你的波浪红桃 漫过我身 白昼耶华 必向我示出来 黑夜 我要歌颂祷告 赐我生命的神 约旦地呢 是一块很富庶的平原 黑门岭呢 是以色列境内最高的山 弥撒山呢 它可能是一座 无名的小山 但世人在不同的地方 来静纪念 其实我们 敬拜神 耶稣也说过 你不需要在 耶路撒冷 也不需要在 撒吗 我们可以在 任何的地点 任何的情况下 都可以敬拜神 一个 可牧师的人 他随时 随地的 都可以来到神面前 无论我们在 哪里 敬拜神 神都有我们同在 无论是大海汹涌 或者是波涛翻成 或者是洪水深渊 都不能拦阻我们与神的交通 无论在白天 无论在黑夜 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慈爱 我们都可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感谢和歌颂 所以呢 我们弟兄姊妹 即使在现在的环境里 我们仍然要仰望神 九到十一节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 你为何忘记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气压 时常哀痛呢 我的敌人辱骂我 好像打碎我的骨头 不住的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尽管我们在现在 在环境上面临着很多的艰难 还有很多的 甚至很多的疑惑 我们的里面和外面 都受到仇敌的攻击 也许我们的心里 有很多的忧闷烦躁 外面有敌人的辱骂 如波涛汹涌 但是神不会忘记我 我们还是要来仰望神 来单单的仰望他 就像诗篇六十二篇 所说的 我的心呢 一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态 我必不动摇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有一种 独定的心智 直到不单说 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 我的拯救是从他而来 我的力量是从他而来 我的喜乐 也是从他而来 神是我们的生命 他是我们的保障 神是我们的一切 所以世人在最后 再一次的表达 他对神的信靠 十一节 我的心呢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你只要我们对神 有真实的渴望和追求 早晚有一天 你会看到神的荣耀 在你的生命中 彰显出来 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 追求神 说到我已经到了 极致 就像摩西一样 你知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 四十周夜 灭于神说话 但是他感觉到满足了吗 没有 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对神说 神啊 请你将一个荣耀 显给我看 他不仅说 我想要给神说话 我有看见神的荣耀 结果怎么样 神就将他的荣耀 显给摩西看 他成了人类历史上 唯一的一个真正的 看见神的人 在现实的生活中 也有 像保罗华许 他是美国一个进行会的牧师 他说他从小都在教会里长大 遇见过很多亲神 经历的神的人 他曾经到街头去步道 但是他给神 没有真正的 直接的认识 他说当他传人赋云的时候 他没有胆量 很害怕 也没有能力 有一天他说 我觉得不满足 我要去寻求神 神你让我寻见你 不然就让我死掉 他就把自己关在内室里 他说 我如果寻不见神的话 我就不离开这里 他在那里祷告了15分钟 就睡着了 后来他的室友发现了他 他就自己设闹钟 15分钟一次 他祷告不到5分钟到10分钟 就又睡着了 他就这样重复着祷告 在他的祷告中 他没有为别的国家祷告 他没有为神赐福 给他的事奉祷告 他只求一件事 就是主啊 我渴慕你 你说我寻求你 你就让我寻见 我今天 我一定要寻求你 你一定要向我献献 这样呢 他就夜赴一夜的寻求 每天两三个小时 就跪在地上 说主啊 我现在已经是等了你 四个月零五天了 可是你还没有来 他就这样的坐在那里 三个小时又过去了 神啊 你还是没有来 他觉得我可以服侍 我可以传道 但是我得不着神 我就没有满足 就这样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 有一天呢 他的同学都去了 科罗拉多 他却去了德州西部的乡村 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他走在山上 就像野人一样 他拾起石头来 往天上扔 他想能往好想 能惊动神的时候 他大声的喊着说 神啊 我一定要认识你 你一定要来 你必须来 我现在不能活下去了 我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 就活下去 我不能是只是读些书 我不能是只是从书本里 读那些从前认识你的人 他们的经历 我想真正的面对面的遇见你 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 怎么样 有一天果然神来了 他扑倒在神的面前 他说天父啊 我真的不能相信 你真的会来 他在地上待了 不知道多长时间 他甚至想 神是不是会杀了他 但是在那一瞬间 神的同在领导 充满了神的荣耀 充满了神的大恩 淹没了他所有的罪 淹没了他所有的需求 神拿起来所有的恐惧 他在心里 充满着说不出来的喜乐 他的嘴里开始说出赞美神的话 诗篇中的话就从他的里面不断地涌流出来 二十年过去了 神的同在在他的生命中变得越来越真实 圣灵改变了他的生命 圣灵赐给他服事的能力和智慧 圣灵祝福了他的服事 你知道一个属神的人的标记 就是神在这个人的身上 他有渴慕神的心 我们他能够遇见神 我们从这个人身上能够看见神 在我们这个默默的时代 我们就是需要有真正的渴慕神的人 我们需要那些真正的生命中 由神印记的人 就是那些生命中 真正的渴慕神 经历过神 由神同在的人 他的生命 因为由神的同在 他每天与圣灵同行 可是现在遗憾的是 我们很多人只是头脑中 知道神的同在 我们没有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的祷告生活非常的频繁 我们祷告一会儿 神也没有来 我们就转身走了 我们只是在自己的情感的祷告 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 等待 坚持 直到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 你想要过圣洁的生活吗 你要想过得胜的生活吗 今天就开始渴慕神 奔向我们的天父 寻求他 求神 借着他的圣灵 来充满你 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能够 这一周 每天来坚持祷告 每天说 神啊 我渴慕你的同在 没有你 我就不能活 没有你的同在 我的心里 就不满足 我们一想摩西 在山上说的 神啊 求你将有的荣耀 显给我看 让我能够真实的敬礼你 但愿神 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好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心灵的满足 你是我唯一的喜乐 我们尊重你 我们渴慕 我们渴慕更深地认识你 求你用你的圣灵 启示我们 光照我们 让我们能够 畏罪 深深地悔改 让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的软弱亏欠 我们求你这时候 来破碎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渴慕你的同在 我们渴慕看见你的荣耀 我们现在求你的圣灵 来充满我们 用你的同在充满我们 让你的圣灵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求你的圣灵的大能 运行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真实地 经历你的同在 疲乏的一次力量 软弱的你加能力 等候你的 你让我们重新得力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 谢谢你 你赐给我们 渴慕的心 让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 为耶稣做见证 让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 来过得胜的生活 荣耀你的圣灵 奉主耶稣的名道 阿们